都说了马来西亚市场的 SUV 的风潮越来越强 所以呢今天在我们身边的就是另外一款即将登陆马来西亚市场的 B-Segment SUV 它就是 Kaia Seltos 在马来西亚的 Kaia Seltos 有两个车型 分别是 ES 还有这个顶级版的 GT-Line 是不是很帅 走 我们带大家去看一下这个 Kaia Seltos GT-Line 到底帅在哪里 这个 Kaia Seltos 它在顶级版它的头灯组全部是 LED 而且你可以看到它这个日间行车灯从这边直接延伸到这边很长的一条 然后它的这边其实是它的远近光灯 下面这个很大的地方 其实是它的 Signer 很特别对不对 不过如果你买到的是 EX 的版本啊 那么它就是倒转的 这边是主要的灯源 这里是这一个方向灯 而且它的灯源是这个鲁树灯泡 Halogen 所以你要 LED 你只可以买到 GT-Line 才有 另外 GT-Line 跟这个 EX 版本它还有一个差别就是这个 Grill 这个水箱护罩 GT-Line 它是采用着一个钢琴黑的材质 至于在这个普通的 EX 版它是采用着一个 销黑 压黑的这个材质 所以看起来这个还是年轻一点 如果是 EX 版的话呢 它就是稍微沉稳一些 都说了它是 GT-Line 所以它搭配着这个轮圈啊 不运动化一点 哪里好看对不对 你可以看到它是采用这个双色调的这个五幅轮圈 而且它的刹车卡件还是红色的 这个真的会骗到人啊 不过呢 不管你买到是 EX 还是 GT-Line 其实它们的轮圈尺寸都是 16 寸 然后备胎尺寸是 14 寸 Keya Seltos 融合了不少潮流的元素 包括了可以看到这个鲨鱼区的天线 很帅的这个双色的这个飞机尾翼 还有它的尾灯都是 LED 灯株 打开这个尾箱空间 啊 没有电磁阀 OK啦 V-Segment 有没有电磁阀也是合理的 这尾部的空间呢 官方宣称它是 433 公升的 可是我们这样肉眼看过去啊 其实 好像这个置物空间并不是太大啦 所以我相信如果是家庭用途的话 这个 Keya Seltos 的后箱空间啊 可能会有一点点 局促啦 OK 关掉它之后 我们再往下看 乍看之下你会以为它是这个双出的排气管是不是 可是 其实没有 假的 它的排气管是采影商式的设计 但是这个车尾真的很帅啦 我个人其实还蛮喜欢这个车尾的 你觉得怎样看这个车尾呢 欢迎在影片下方留言给我们知道哦 Keya Seltos 的引擎还是熟悉的配方 熟悉的味道 如果你是这个Keya Forte 的车主 或者是Keya Seltos 的车主 这一具引擎你应该很熟悉 没有错 它就是那一具1.6 公升的MPI-DCVVT 自然进气引擎 不过最大马力啦 是123PS 峰值扭力 151Nm 你问我这样的引擎够用吗 我觉得如果放在这样 Forte 或者是这个Seltos 这样的车款上面够用的话 在这个Seltos 上面应该也不是问题 只是比较可惜啦 在国外啦 它有一些是1.6 自然进气引擎搭配CVT 变速箱 又或者像新加坡这样 它是1.4 公升的涡轮加引擎搭配7速的双离合器变速箱 只是我们的 还是这个老配方啦 1.6 自然进气引擎 还有6速自排变速箱 如果可以有涡轮这样引擎的话啦 我相信这个Seltos 的这个竞争力会更高 尤其是它的另外一个对手也是涡轮引擎的 要来了 Kia 的内装设计是一直以来我们都不需要担心的地方 这个Seltos 虽然只是一辆V-Segment的SUV 但是呢 它整个内装设计还是很有质感 还是很好看 我个人比较喜欢的是这个抬头显示器啦 在马来西亚市场啊 其实比较少的车款会有这个抬头显示器 我印象中比较多使用抬头显示器的应该是MASDA 但是这次Kia 也有了 但是很可惜哦 只有GT Lite 才有 另外这个GT Lite 的内装也有非常多的这个 潮流的配备啊 例如这个仪表呢 它有一个大尺寸的液晶荧幕 如果你的是EX Lite 的话 它的是3.5寸而已 这个视觉效果非常的棒 再来呢 这个8寸的这个触屏主机 全车系都是标准配备 我这个觉得很值得赞赏 因为啊 像是一些车款呢 它们的这个Head Unit 还是比较 嗯...aftermarket 的感觉 但是这个Kia 的呢 尺寸大 清晰度高 而且还有Android Auto 还有Apple CarPlay 重点是一点都不aftermarket feel 我个人觉得非常的赞 接下来讲它的冷气 这个冷气资源自动空调 而且有一个这个数位化的仪表啊 来显示它的冷气的风量啊 冷气的温度 还有冷气的吹法等等 这个东西是在EX 上面看不到的 GT Lite 才有 如果全车系都有的话 我觉得这个车会更有诚意一点啊 在冷气的下方呢 还有一个Qi 无线充电 如果你的手机资源无线充电啊 丢下去就可以无线充电了 如果没有无线充电的话 也不用紧 这个东西它还有这个USB的插槽 你可以插Pandroid Tringer 你可以插你的这个电话充电 非常方便哦 不管你是买到EX 还是买到GT Lite 它都有这个皮革座椅 但是呢 如果你是买到GT Lite 的话 这个皮革座椅的设计会特别一点 而且这个椅背呢 还有GT Lite 这个字样哦 往这里看的话 它的置物空间我非常的喜欢 因为它有这个 可以前后滑椅的这个中央扶手 而且打开了之后啊 它的这个置物空间还蛮大的 像我这种一上车就喜欢把电话丢一边的人 这个是非常实用的 像我身高181 如果我坐在比较小心的车上面啊 我要调整我的驾驶座室啊 其实是比较难一点点的 可是这个Seltos呢 我可以很轻松的调到我要的驾驶座室 因为它这个方向旁啊 不只可以支援这个上下的调整 而且还可以做前后的调整 这个在这个等级的车款上面是比较少见的 这个电动椅呢 它也同样也是这个GT Lite 专属 而且它支援那个8加2项的调整 怎样说8加2项呢 8项就是这个高低 前后 椅子的斜度等等 另外两项是这个腰靠 所以这个椅子啊 根本是超越同级车款的存在 同级车里面我觉得应该找不到这样好做的椅子了 这辆车呢 它还支援这个冷气B1的功能 如果说你的车子Buck在外面啊 天气热的话 黑色皮革坐下机很热 对不对 这个时候你只需要按下这个按键 它就可以开启这个冷气通风仪的功能 这个功能在马来西亚非常实用 另外呢 这个驾驶模式全换键跟这个Traction Control的开关全牛啊 非常有质感 而且设计也很不错 使用起来也非常的方便 加上这个冷气通风仪啊 V-Segment的车款而已哦 它不香吗 其实啊 还是有点缺点啊 就是它没有这种先进的主动安全配备 它给的就是六气囊啊 然后这个车身动态稳定系统啊 循迹防滑系统啊 斜坡起步辅助等等 但是像是这种AEB啊 然后这个车道便宜辅助等等 这辆车是没有的 在这里给KEA一个建议啦 如果这些安全配备呢 可以给的话 就给吧 这个KEA Seltos的后座空间啊 我觉得是中规中矩而已啦 但是坐下去的感觉 我觉得 如果你的身高不是太高的话 应该还可以接受 首先啊 冷气出风口 然后下面还有一个USB插槽给你充电化 只是呢 这个坐椅的椅垫啊 它的这个支撑不够 你看我这样坐下去 其实我这里是悬空啊 所以长途坐的话 我觉得我可能会不舒服啦 另外就是这个柯顶的空间 我觉得还不错哦 你看 还有一个拳头耶 马来西亚的Seltos呢 是这个前轮驱动的版本 虽然在国外有O-Wheel Drive啊 但是中间这边 几乎是平的 所以如果我坐中间的话 我会觉得这个舒适性还好 只是 高了一点点啦 所以如果中间就算是坐大人的话 我觉得这个舒适性其实还是可以的 但是建议还是让小孩子坐啦 这辆车 还有一个很帅很酷的地方 就是它有气氛灯 按这里 按这里 你就可以选择了 看到吗 有气氛灯哦 B-Segment的车哦 Kia Seltos这辆车呢 我个人觉得它是在马来西亚的B-Segment SUV里面呢 最帅的那一款 但是呢 它在引擎啊 还有这个配备方面啊 还需要做出一点点升级啦 接下来 最重要的地方就是它的价格 在我们拍摄的时候啊 这辆车的正式价格还没有公布 所以呢 我们必须要等待这个官方正式发布之后才知道它的售价 欢迎在影片的下方留言后我们分享你对这个Kia Seltos 的看法 以上就是我们这一期的新车介绍啦 我是Ivan 我们下一次的新车介绍节目再见 拜拜 这啊 好 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